嘿大家好,这是Leo,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影片呢,给大家开箱介绍一款钱包 准确点来说呢,是一款卡包 在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呢 传统意义的钱包基本上都被淘汰了 大部分人呢,基本上都不需要携带现金 只需要携带一些ID和自己的几张信用卡,公交卡 那么这种非常极简的卡包就非常的流行 那今天要给大家开箱的这个产品呢 来自一个美国的品牌叫做Dango Dango呢,是2015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公司 最早的产品呢,是通过Kickstar众筹的项目实现的 在最开始呢,很多网友都非常喜欢他们的设计 就支持了这个众筹的项目 所以呢,这个公司就得以发展壮大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开箱的这个产品 也是他们非常热销的一款产品 叫做D01的钱包 下面我们就把镜头拉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的细节 从这个商品的包装上看 就可以看到它的设计非常的简约 非常喜欢这个包装 它是这个金属的盒子 上面有这个产品的代号D01 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Made in USA 是美国制造的 而且是TSA Free的 因为这款卡包呢,上面有很多金属的部件 所以呢,这个上面告诉你 戴上飞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上面有它产品的介绍说明 下面呢,这个就是它的卡包 它采用的是这种铝制的Chessie 后面呢,是这种真皮的皮革 另外它有这个编织好的尼龙绳在这儿 这里面呢,有两个Marketing的小卡片 上面有他们的网址 还有写他们Social Media的账号 可以看到这款卡包主体的部分呢 是一种铝制的 会非常的结实耐用耐磨 而且这种铝制的材料 相对其他技术来讲也是比较轻便的 后面呢,采用的是这种真皮的皮革 这款卡包的前面呢 是有这种可以活动的这种铝制的面板在这儿呢 它呢,通过这个硅胶的条带 把它固定住 在这里面呢,可以存放6到7张卡片 后面这个皮质的部分呢 可以存放2到3张卡片 所以呢,主要有两个存储空间 在这里面呢,可以放你常用的信用卡ID 在这里面呢,可以放你相对不常用的 一些其他的卡片在这儿 另外因为这个卡包的主体部分 是这种金属的材料 所以呢,它在这儿呢,设计了一个开瓶器 你可以用它呢,开啤酒瓶或者汽水瓶都可以 只要把这个部分卡在瓶盖的边缘 就可以当做开瓶器来用 这样 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T形的孔 可以挂这个编制好的尼龙袋 这根卡包的背部可以看到有很多小的这种螺丝在这儿 上面呢,有红色的这个缝线 会把这个真皮皮革的部分牢牢固定在这个Chessie上面 这样呢,就会使得这个钱包非常的兼顾耐用 不会因为用了一段时间,这个皮革的部分就会跟金属的部分脱离开来 下面我们就放一些信用卡进来 在这个皮革的部分,我可以放一张信用卡和我的ID 刚刚我在这个卡包里面放了一些我常用的卡片 在这个皮质的存储空间里面,我放了两张卡 一个是我的驾驶执照,我的ID和一张信用卡 这后面呢,一共放了六张卡片 我觉得刚刚好 因为前面这个铝制的面板是跟这个脱离开的 如果你放特别多的卡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个面板可能会悬空 这里面一共放了八张卡 我觉得如果你每天需要携带更多的卡的话 需要选择其他款式的钱包 在这个硅胶带的部分,可以放一些现金在这儿 这个尼容带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 非常方便你把这个卡包从口袋里拿出来 而且很多情况下,我们在drive through pick up些食物的时候 我们是在开车坐着的一种状态 这个时候呢,拿钱包就更加的困难 有这个条带就会非常的容易 总的来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卡包的设计 而且它的材料用的也是非常高级的这种材料 另外呢,比起其他同类型的卡包 它有两个存储空间 而且有一个开屏器 而且上面这个硅胶的条带可以更换 更换成不同的颜色 我觉得也是比较有个性的一点 这款卡包的不足之处就是 如果你要在这里面找卡的话 可能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要在这里面搜寻一下你需要的卡 但是呢,很多情况下你可以通过这个卡片的颜色 判断出你需要的哪一张卡 然后呢,在这里面把你的卡抽出来 OK Alright,那么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对这款卡包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直接点击影片下面的链接去购买 也欢迎大家给我的影片留言 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的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 i'll see you guys. i'll see you guys. 感谢观看